上海合作组织,英语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简称上河组织 成立于2001年6月15日 是由东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东欧的俄罗斯联邦 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等六个国家 在中国上海宣布成立的永久性政府间国际组织 2017年6月9日 南亚的印度 和巴基斯坦也正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上海组织八个成员国 领土总面积超过欧亚大陆的五分之三 人口占世界近一半 国内生产组织占全球20%以上 成为当今世界福源最高 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 上海组织也是迄今唯一在中国境内成立 以中国城市命名 总布设在中国境内的区域性国际组织 除了这八个成员国 上海组织还有四个观察员国 分别是东亚的蒙古国 西亚的阿富汗 伊朗 东欧的白俄罗斯 另外上海组织还有九个对方伙伴 分别是东南亚的蒋古寨 南亚的斯里兰卡 伊博尔 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 亚美尼亚 土耳其 中东的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 埃及等九个对话伙伴 2021年6月15日 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0周年华诞 其经济总量接近20万亿美元 比成立之初增加了13倍多 对外贸易总额达到6.6万亿美元 比20年前增加了100倍 鉴于上海组织强大的合作共鸣能力 以及西方世界靠实力说话的强权政治的不可靠心 最近更是有阿联酋 缅甸等10个国家要求加入到上海组织 其实上海组织的扩原进程明显加快 主要存在两个因素 一是上海组织毕竟万难成功 接纳了印度和巴基斯坦 让其在人口 市场 影响力等方面 实力大大增强 二是上海的吸引力 来自组织决策原则 上海组织不存在一个或多个领导者 没有主从之分 成员国一律平等 这当然会深受小国与弱国们的欢迎吧 好了 上海组织就介绍到这里了 你现在对它有大致了解了吗 了解了的话 点个赞再走吧